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溯历史 从1654年两国结盟到苏联解体 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 两国经历了恩恩怨怨 分分合合 两国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 历史上 乌克兰在列强环市的情况下 为独立做出了哪些抗争 如今的乌克兰 东西部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呢 主播为您讲述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300年恩仇 公元八世纪时 东斯拉夫人开始与东罗马帝国进行贸易 用毛皮 蜂蜜换回丝绸和金银器皿 在贸易的过程中啊 产生了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商业城市 为了保护这个城市 商人们武装起来 当实力强大之后 城市又成了地区的政治中心 基辅罗斯公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公元八至九世纪 以今天的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中心 各个部落联盟形成了基辅罗斯 基辅罗斯日益强盛 被誉为帝王之城 但强大的基辅罗斯却面临着历史上最强大的征服者蒙古 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啊 基辅罗斯城属于金藏韩国 当基辅罗斯衰落时 周边国家 比如说波兰 立陶宛等国家开始崛起 并从金藏韩国手中夺取了大半个基辅罗斯 1569年 波兰和立陶宛联合成了一个王国 而乌克兰人也被置于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统治之下 波兰人在统治初期对乌克兰比较宽松 随着波兰融入欧洲进程的加快 对出口到欧洲的小麦需求不断上升 波兰贵族们纷纷涌到土地肥沃的乌克兰绝金 由于波兰贵族对土地的可判 一批批的乌克兰人失去了土地 沦为农奴 原先宽松的环境此时也不在了 乌克兰语被禁止使用了 东正教也被置于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之下 当乌克兰人心生不满之时 骁勇的哥萨克射出了叛逆的第一件 哥萨克早先是躲避蒙古人统治的斯拉夫人 他们活跃在乌克兰草原上 在15世纪开始的东欧农奴化进程中 大批不愿为奴的人逃亡到乌克兰草原上 加入到了哥萨克的行列里 受天性好奇社的突厥人影响 在他们中形成了自由善武的性格 要反抗强大的波兰 单靠乌克兰人自身是不够的 哥萨克领袖赫梅利尼斯基 先是与克里米亚的达达人结成了军事同盟 但是达达人对反抗波兰三心二意 1653年抛弃了乌克兰人 单独跟波兰苟合了 1651年 赫梅利尼斯基寻求土耳其的军事援助 但是土耳其提出的效忠苏丹的条件 遭到了乌克兰贵族们的否决 此时乌克兰只能是寻求日渐强大的 东斯拉夫兄弟俄罗斯的帮助 1653年 俄罗斯接受了乌克兰提出的合并请求 并向波兰宣战 1654年 乌克兰与俄罗斯签订了 佩里亚斯拉夫条约 条约规定 乌克兰接受俄国沙皇的统治 乌克兰保有政治军事外交上的资质权 但是 外交上涉及波兰土耳其的事务 则是由俄罗斯主持的 通过两次对波兰的战争 1667年 俄罗斯和波兰签署了安德鲁索沃合约 乌克兰被一分为二 俄罗斯得到了东乌克兰和基辅地区 西乌克兰则置于波兰统治之下 此后 在1819世纪的时候 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 俄罗斯终于从波兰手中 获得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土地 当乌克兰被置于囊中之后 俄罗斯却背叛了当年 对乌克兰的自治权承诺 盖特曼是乌克兰最高首领的成位 拥有最高司法军事和行政的权利 盖特曼通过选举产生 并可加以罢免 在正常情况下终身任职 1654年 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时 所签署的佩利亚斯拉夫条约中 俄罗斯保证将尊重乌克兰盖特曼的权利 但是啊 俄罗斯不久就篡改了条约 称盖特曼的选举必须经过沙皇的批准 不经过沙皇 不可更换盖特曼 俄罗斯实际上控制了盖特曼的人选 削弱了盖特曼的权威 这还不够 1764年 叶卡吉林的二世 下令废除盖特曼政权和盖特曼职务 对于桀骜不驯散漫自由的乌克兰 格萨克 俄罗斯给予权力打击 俄罗斯的强力镇压 导致了5000名格萨克出走 投奔俄罗斯的死敌土耳其 文化上 乌克兰也受到全面的压制 1806年 沙皇下令禁止使用乌克兰语授课 学校中不允许开设乌克兰文学 历史等课程 乌克兰语的出版物在1869年后 被彻底禁止了 1876年的爱慕斯法禁止以乌克兰语写作 禁止任何使用乌克兰语的演唱或朗诵 在俄文中 不得出现乌克兰语词 而是以小俄罗斯代替 在俄罗斯的打压下 乌克兰文化呈现了倒退的倾向 1652年 乌克兰人的文化程度相当之高了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十字 女性十字比例也很高 到了1897年 统计数据表明 俄国的乌克兰人文盲比例最高 十字者仅占乌克兰人口的13% 面对俄罗斯的高压 乌克兰也不是没有反抗过 1058年 乌克兰曾成立了利斯大公国 以平等地位加入波兰立陶宛公国 这导致了新一轮的俄波战争 战后 乌克兰重新被俄罗斯统治 1708年 利用俄罗斯与瑞典的战争之机 乌克兰宣布独立 并与瑞典结盟 然而 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胜利 又使乌克兰的独立梦破碎 虽然俄罗斯推行了去乌克兰化的政策 但是乌克兰人一直魂牵梦绕于国家的独立 早在1861年 这基辅的学生们就成立了村社党 乌克兰大人摄斧勤科 也在圣彼得堡积极响应 村社党以乌克兰语出版文学作品 对农民开办补习班 以提高乌克兰人的文化水平 村社党的活动不久就被沙皇镇压了 摄斧勤科被逮捕流放 此后乌克兰人在地下秘密活动 1900年 乌克兰第一个党政革命乌克兰党组建 它的目标是建立从卡尔巴鱼山 到高加索山不可分割 自由独立的乌克兰 该党形成之后 开始在各地积极活动 但是遭到沙俄镇压 被迫转入奥匈帝国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活动 社父勤科死前留下了诗意般的遗嘱 请将他葬在乌克兰平原上 他要目睹这无尽的草原 发出的汹汹怒嚎 要看到乌克兰独自飞翔 他将在神的住所为此祈祷 几代人逝去之后 追求乌克兰独立自由的梦想 却并没有湮灭 一战爆发之后 由于乌克兰已经被俄国和奥匈帝国分别控制 乌克兰人加入了两边阵营作战 在俄国军队中服役的乌克兰人多达350万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的乌克兰人也是有25万人 在前线兄弟之间兵容相向 自相残杀 既然乌克兰人痛心 也加速了他们追求民族自治 国家独立的步伐 1917年 在沙俄帝国崩溃的前夕 乌克兰人组建了自己的代表大会 最高拉达 并积极筹划资质工作 在十月革命爆发结束之后 乌克兰最高拉达宣布成立自治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并颁布了国旗国歌货币 1918年1月 乌克兰宣布独立 2月 乌克兰与德国奥匈签订合约 承认为两国军队提供粮食 两国则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为了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 45万德军进驻乌克兰 在德军的威逼之下 苏俄无奈地在与德国签署的布列斯特合约中 承认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在德国战败之后 乌克兰人发现自己刚刚实现的独立梦 又走到了破碎边缘 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乌克兰 效仿苏俄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也在1919年1月成立了 既然不能独立 那就维持统一吧 可是乌克兰统一的梦想 也没能维系多久 1920年 波兰强人领袖毕苏茨基下令禁军基辅 以实现波兰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统一 组成大波兰国的目标 波兰的禁军自然是让苏俄恼怒万分的 在全面动员令之下 旧日的沙皇俄国军官再次披挂上阵 但是强大无比的苏俄红军 却折起于华沙城下 狼狈退回 这战败的结果是此后有将近二十余年 西乌克兰被波兰统治 1922年 苏联成立 乌克兰成了其中的一个小兄弟 在加入苏联的初期 乌克兰一度享有相对宽松的环境 乌克兰得到了一定的自治选 学校中使用乌克兰语授课 大部分书籍和报纸使用乌克兰语 国民十字率大幅提高 在俄罗斯已经风风火火推广的 集体农装置在乌克兰也被推迟举行了 作为乌克兰的标志性人物 出逃到欧洲的历史学家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格鲁舍夫斯基也被郑重地请回来 成为了乌克兰科学院的一员 好景不长啊 列宁死后 斯大林走上了政治前台 一切都要重新洗牌了 曾经活跃在文坛的乌克兰语作家 基本失踪了 85名乌克兰语教授中 有62人被枪杀 乌克兰语报刊被禁 民族主义分子被清洗 在乌克兰政府内部 有近10万名乌克兰普通党员 被流放或者枪决 乌克兰政府中的17位部长 被逮捕和枪杀了 血雨腥风之中 乌克兰人战战兢兢地 看着站在神坛上的斯大林 而独立于自由的梦想 被彻底抛在脑后了 活着就是最大的梦想 不过靠着苏联的强大 二战之后 西乌克兰重新返回乌克兰的怀抱 实现了乌克兰地域上的统一 虽然地理上是统一了 但是历史上 东西乌克兰长期分裂 也造成了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 西部乌克兰 北波兰等国统治 受天主教影响较大 乌克兰与乌克兰文化得以保存 自然是亲近于欧洲的 而乌克兰东部 则一直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在宗教 民族 语言等方面 受俄罗斯的影响比较大 更加亲近于俄国 东西两部分的分裂 是长期历史的形成 而要弥合裂痕 则需要漫长的时间 乌克兰自然资源丰富 土地肥沃 所拥有的黑土地 占全世界的30% 肥沃的土地 勤劳的农民 使得乌克兰号称是 欧洲粮仓 粮食的富足 那至于一战时期 乌克兰以提供军粮为条件 又得几十万德国大军 为它撑腰 在十月革命之前 乌克兰的穀物出口量 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 在十月革命之后 乌克兰仍是苏联粮食 最高产的地区 但在1932年到1933年 乌克兰却发生了 举世罕见的饥荒 乌克兰大饥荒 在苏联时期被长期掩盖 一切与饥荒有关的报道 都被苏联斥责为 是敌对势力的造谣 而苏联的掩盖工作 做得如此之好 使得纽约时报 驻苏联记者杜兰蒂 也为苏联战场 一正言辞的宣告 乌克兰根本就没有饥荒 绝不可能发生饥荒 杜兰蒂竟然因为 对乌克兰的虚假报道 在1932年 成了以追求真相为目标的 普利策新闻奖的得主 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是集体农庄制 苏联成立之后 开始推行集体农庄制 当时的宣传口号是 谁反对集体农庄 谁就反对苏埃政权 加入集体农庄之后 就要交出所有的土地和畜牧 富裕的农民自然是不愿意了 乌克兰历来附属 富农众多 他们自然成为了苏联的天敌 为了推行集体农庄制 几乎所有的富农都被逮捕 并且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而这些富农却是农村中 最有生产经验 最擅长耕作的一批人 真正的富农阶层被铲除了 又有一批能干高产的农民 被划入到了富农梯队 并加以流放 余下的以惊恐万分的农民们 只能是拼命降低粮食产量 已不被划入富农 而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畜牧 又被大量宰杀 在农民看来 畜牧不再是我们的了 没有了生产积极性 最有经验的一批人被流放了 畜牧又被大量宰杀 直接结果 1932年 乌克兰的粮食产量暴跌 1932年 乌克兰是各地饥荒啊 地方官员们 成递给斯大林的报告 都是围绕着重新食品开展的 旅行家卡维斯维尔斯 在这年7月途经乌克兰 他在卡伯特一书中 描述了乌克兰的饥荒情况 从火车的窗户朝外面看 孩子们正在吃草 肚子严重肿壮的小孩子 在非洲和其他热带国家很常见 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白人小孩饿成这个样子 为了自救 农村的妇女开始偷偷捡下 没有成熟的骨碎 带回家中熬粥给小孩冲击 钢铁班的斯大林 慧眼洞穿了人士 立刻看到了农村中存在的偷盗现象 一份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迅速出炉 该法规定 敢于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 枪毙并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者 处十年徒刑并没收财产 该法律搬刑之后 各地的强盗犯们遭遇到了无情打击 仅在哈尔科夫一个月 就有1500人被判处死刑 此后集体农庄的粮食 再也没有被偷过了 当饥荒蔓延的时候 苏联官员也是在头痛啊 他们不是头痛灾民 而是在头疼乌克兰的粮食征收 没有达到既定目标 这让他们如何面对冷酷的斯大林呢 1932年9月 乌克兰的粮食增购任务 只完成了计划的32% 而10月份只完成了22% 饥饿到了极限的农民 开始寻觅一切食物 为了不让农民吃掉牛马之类的生产工具 同时也为了承见农民们 不交出足够的粮食 斯大林颁布了一项命令 将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 包括牛马农具充工 同时禁止任何的粮食流入乌克兰 随后 以积极分子组成的搜粮队 开始频繁出没于农村 搜出农民手里面残存的最后一粒粮食 哪怕是他明年再生产的种子 全世界开始议论乌克兰的饥荒 斯大林对此也是格外重视 1933年1月 斯大林发布命令封锁乌克兰边界 不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庄 斯大林果然是有先见之明 秘密机构组建的巡逻队 在1933年1月的最后一周 就拦截了2.5万名 准备逃离乌克兰的农民 随后的两个月 几十万出逃的人都被拦下来了 并被赶回他们原来的村庄里 默默地等待着死亡 将所有乌克兰人饿死 自然不符合斯大林的利益了 但还需要农民们为他种植庄稼呢 到了1933年年中 一些就地措施被推行 部分地区的灾民 从军队仓库的储备两种分到了粮食 不想很多灾民饿极了 狼吞虎咽之后 由于无法消化而毙命 后来只好改用荞麦片粥来救济灾民 但是救济粮也是存在区别的 发往乌克兰的救济粮分饲料与穀物 挨饿的农民分到的是饲料 而城市中的居民则可以凭供应证 领取穀物和面粉 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在250万到480万之间 大饥荒是乌克兰人心中无法弥合的伤痕 也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 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饥荒对后世的一个直接影响 是它改变了乌克兰的人口成分 乌克兰人的比例降低了 俄罗斯人的比例提高了 这在日后造成了无限的纷扰 1990年7月 乌克兰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 1991年8月 乌克兰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独立 乌克兰从属于俄罗斯337年的历史中 宣告结束 本集到此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加精彩